这次视频我得好好夸夸广东人 最近各地2020年经济成绩弹都已经相继出路了 其中广东以11.08万亿的优异成绩位置全国GDP榜首 这已经是广东拿全国GDP冠军的第32个年头了 有人要说了 那广东一直都是第一 别急 重点在后面 根据IMF预测的数据 韩国2020年的GDP采1.58万亿美元 俄罗斯是1.6万亿美元 那广东竟然以一己之力超过了全球90%的国家 直接把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之间都给干下去了 真实版的富可敌国呀 要知道2020年 广东可是除了湖北以外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身份之一了 无论说是上半年的延迟复工 还是说平变的全球疫情形势 对广东经济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然而为啥人家广东还是这么厉害呢 因为广东硬是力强呀 这么跟你说吧 2020年广东有14家企业入围了世界500强 互联网巨头腾讯 民族品牌华为 自主品牌比亚迪 那个都是在广东 而且你生活里的一切 基本广东都给你包园了 咱家里的家务电器 基本都是美的 格力 还有创为这些吧 这家广东的 你现在手里拿的手机 基本都是华为 OPPO 微博吧 也是广东的 还有平时家里做菜 吃的什么海天酱油 厨房酱油 卫士大酱油 还是广东的 买房子 保利 万科 恒大 华润 碧桂园 那可都是广东的 而且广东一直都很有包容力 大家都知道 人才是最重要的发展力 而广东凭借着巨大的包容力 吸引着大量人才 2020年全国人口 净流入占比最高的前五名 广东就占据了前四名 上海只被排第五 最重要的是 广东流入的可都是年轻人 网上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20岁的珠三角 40岁的长三角 说的就是这个 所以未来世界的发展 要看中国 那未来中国的发展 要看广东 给广东人民点个赞